花林县议会23号前往区域会召开 渔业级转型发展渔业与海洋观光的专案会议 召集人士县远张美惠 包括了县远林渊富还有杨华美及前后单位都特别提出了意见 针对渔业未来发展提出建言 要协助渔民渔业朝向观光优势的场域 花林县议会专案召集人张美惠 县远杨华美林渊富23号前往花林县区域会召开 花林渔业及转型发展 花林渔业与海洋观光成为花林县的优势 并且邀请了花林县区域会 赏金业者花林县政府农业发展处等相关单位 听取地方的心声 经过两个小时的会议讨论 赵建言赞美惠也提出五项决议 就是建议县府针对渔业海洋文化生态教育 因为横跨各局处为了避免资源分散 那也可以整合跟有序的经营理念 所以建议应该要设立一个任务的编组单位 或者是能够比照其他县市政府 把它组成一个任务分工的一个 渔业跟海洋专责的科室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建议县政府农业处 应该要增加有关于这个海洋的预算 相关的资源来照顾渔民 还有增加我们的海洋观光收入 那第三点 县府也应该要积极提出 未来观光渔市的规划方向 以及能够在这个渔市的一个相关的评估 同时也应该要评估在花莲的渔船渔获 能够进到花莲港区拍卖的这样的相关作业 来提高渔获的拍卖的价格 第三个 第四点 就是说农业处对于娱乐渔业的 有关于赏金业者 希望农业处这边协助相关的资源 让花莲的休闲娱乐渔船的事业能够是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指标的城市 这边会表示早时区域会事业可以说是蓬勃发展 虽然今年度长来区域会进行会刊 发现有许多需要经过提案来讨论 也建议农业处协助休闲娱乐渔业 使花莲成为全国休闲娱乐渔船的指标城市 对海洋资源博物馆的筹设 建议县政府发展港务公司 应该积极掌握进度 以配合海洋委员会整体的规划 记得join 华萨博导